大陸围倒军演正式展开 来去听听看民众的意见 要打仗了 防空都在哪 真的会怕 因为看着乌克兰这样真的会担心 天哪 我们政府有什么作为 没作为 那百姓怎么办 就只能这样 我们也没办法改变什么 对啊 一般老百姓是这样 不然我们会不会 现在去打仗也不会一定会赢 就觉得很害怕 真的吗 真的 可能会插枪走火的 状况 担心会有开箱走火 对对对 怎么办 台湾百姓怎么办 你觉得 我想问你怎么办 怎么办 总不能坐着灯死吧 如果真的发生了 那就也没办法 只能面对 担心 因为现在已经经济都这样 然后又再 如果真的有打仗 真的会怕 那天哪 要打仗了 好 那我问一下 我们政府到底对我们做什么事 现在就是说国军待命 待命当中 那倒霉的还是阿兵哥 你是这样说没有错 颱風的时候他没有收到机 打仗他要跑前线 谁家没有儿女 有人担心 但也有人完全没在怕 我是觉得应该是不会打 只是恐吓意味比较浓厚 要打早就打了 不用担心阿 不敢啦 真的喔 真的 因为他们只是演习 对 两岸你就是会打起来 插槍走鬼 不会打啦 不肯打啦 真的啦 我觉得不肯打啦 觉得不太需要怕啦 对啦 因为打过来的风险太高了 像他们说要打那个肥肉系 可是他们也没打 也是在那边嘴炮 说房价比较高 比飞弹可怕 房价物价不是比飞弹还恐怖吗 为什么 这很正常阿 因为飞弹不会打进来 不会担心阿 因为很早就知道 如果打过来 就台湾就砰就爆炸啦 就是他一点防护措施也都没有 因为觉得战争 战争应该早就该打啦 怎么会一直拖到现在 台湾跟大陆本来就很紧密 所以 应该 会好好讲就会好好讲 就是不会 不会直接打拳 解放军大动作包围台湾 实弹军演 发射多枚东风飞弹 都是因为裴洛西访台 昨天那个婆婆 不是刚刚离境而已吗 那没事去找人家来 要干嘛 对台湾百姓有什么帮助 你来挑衅啊 人家军演就把范围更扩大嘛 不是玩台湾人在玩谁 那不是很奇怪嘛 人都走了现在军演 因为他不敢拿到柳楼开刀啊 就这样子啊 很惨 你说什么 我就真的很倒霉喔 听说已经射完了 好 就这样子 然后来 然后来 就 应该 应该就是像他们讲的一样 就是大内宣霸 有关系到台湾的事情 大陆内部 所以他一定要押住那个气焰 不然他整个大陆就会乱掉了 围岛军演 只有少数民众有感觉 大多数的民众还是认为好无感喔 因为两岸之间说了这么多年 根本没有打起来 好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